葛珮帆議員 否則不可以選擇終止懷孕的規定下 如果真的有這些事情發生 今天醫護人員要怎樣處理呢 會不會有很清晰的指引提供到的呢 委員長 主席 現時在臨床的工作方面我想兩個層面這樣說 第一 首先在基層或者第一線的診斷工作方面 醫管局已經向前線發出了指引 儀衛生署亦都向醫生發出了一個通告 告訴他們 通知他們在致加病毒現時的傳播情況是怎樣 以及病的病徵等各樣東西是怎樣讓大家可以留意 如果是需要結合了他的病情和他的旅遊史 或者是流行病學史有需要進行檢測的話 需要怎樣安排這些指引也都已經發出了 第二個方面就是如果真的有孕婦 在目前香港還沒有 確診了感染了債卡病毒的臨床指引 是應該怎樣做呢 現在是由醫院管理局聯絡了香港的虎產科專科學院 正在進行指引的準備工作 應該日內便可以提供給我們的虎產科的同事了 議員